大家好,我是阿光。 很多朋友在炒蒜苔的时候, 总是感觉炒不熟, 而且炒出来很容易花黄。 其实这里面是有技巧的, 这样炒出来的蒜苔, 清脆爽口不花黄。 今天我就把不一样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在家里面也能炒出饭店里面 好吃又好看的蒜苔。 如果您也喜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是怎样做的吧。 春天是蒜苔大量上市的时候, 也是最好吃的时候。 今天花五块钱买了一把蒜苔, 现在的蒜苔也比较便宜, 之前十多块钱一斤。 首先,我们把蒜苔帽全部摘下来。 蒜苔帽其实比较鲜嫩, 我们也不要丢了。 洗净之后, 可以用来炒鸡蛋也是非常的好吃。 接着, 我们再把蒜苔切成小段, 这里我们也不要切太长, 大约在3到4厘米左右就差不多了。 蒜苔的营养十分的丰富, 含有丰富的上食轻微和叶瘤素, 经常食用,对身体也非常的有好处。 全部切成饰瓶中这样, 放在提前准备好的大碗中。 接着往大碗中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硬手抓拌一下, 把食盐搅拌发开, 放在一旁浸泡10分钟左右。 接下来准备一块五花肉, 去掉猪皮。 然后, 我们再把五花肉切成厚片, 大约切成0.5厘米左右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 我们再切成小条, 五花肉也不要准备太多, 一小块就差不多了。 如果不喜欢吃五花肉的, 也可以用瘦肉来替代。 接下来, 我们再准备一些派菜。 去皮的大蒜子, 用刀切成薄片。 大蒜, 我们也可以适量地多准备一些。 接着, 我们再把蒜片全部剁成蒜末。 全部剁成饰瓶中这样, 放在准备好的小碗中。 接下来, 准备一块去皮的生姜。 首先把生姜全部切成薄片, 然后再切成小条。 最后, 全部切成姜末。 全部切好以后, 放在蒜末一起。 接下来, 再准备几个小米椒, 切成小圈。 如果吃不了太辣的话, 也可以用大红椒来替代。 全部切好以后, 放在姜蒜一起。 最后, 我们再准备一把洗干净的香葱。 今天, 我们只要葱白部分。 把葱白全部切成葱花。 全部切好以后, 放在小米椒一起。 接下来, 我们再来调个碗汁。 空碗中加入一勺生姜, 再加入一勺食盐, 加入少许的鸡精, 再加入半勺白糖。 然后再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或者是土豆淀粉。 接着加入一小碗清水, 把所有的调味料完全地化开, 硬勺子成分地搅拌均匀。 提前调个料汁, 也是在炒菜的时候, 无会手忙搅乱。 喜欢吃辣椒的, 我们再加入半勺辣椒油, 增加香辣味。 再次搅拌均匀, 放在一旁备用。 时间差不多了, 现在的蒜台也已经泡好了。 我们一勺手, 空水捞出, 把蒜台放在提前准备好的大碗中。 接着往碗中加入一小勺的适应油, 接着用筷子成分地发拌均匀, 使所有的蒜台都能够裹上适应油。 这里我们要稍微地多发拌一会儿。 发拌成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准备一个蒸锅, 把蒸锅里面的水烧开, 然后把拌好的蒜台放在蒸锅里面。 硬筷子稍微地整理一下, 使蒜台能够受越均匀。 我们提前把蒜台蒸一蒸, 这样方便我们的炒制。 靠上锅盖, 大约蒸三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 我们蒸的时间千万不要太长。 如果蒸的时间太长, 蒜台会花黄。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打开锅盖看一下。 现在的蒜台经过蒸制之后, 翠绿翠绿的, 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欲。 我们把蒸好的蒜台全部生出来, 放在提前准备好的碗中。 蒜台里面加了食欲油, 也是翠绿翠绿的, 营养也不会流失。 接下来, 准备一口锅。 锅里面不要放油, 把锅烧热之后, 下入切好的五花肉, 开小火煸炒。 我们把五花肉炒干水分。 这里我们千万不能开大火, 不然的话, 五花肉很容易烧腐。 大约翻炒一分钟左右, 把五花肉炒至微微花黄, 炒出里面多余的油脂。 今天, 我们就要用五花肉里面的油脂来炒蒜台, 这样炒出来的蒜台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接着把切好的葱姜蒜小米椒放在锅中, 再次翻炒均匀。 把葱姜蒜炒出香味, 把小米椒炒出辣味。 全部炒香以后, 我们再把蒜台也倒在锅中。 再次翻炒均匀, 把蒜台表面的水分炒干。 接下来, 把准备好的料汁也倒在锅中, 再次翻炒均匀, 充分地把蒜台炒至入味。 蒜台已经提前蒸制过了, 我们炒的时间也不要太长。 开大火, 把汤汁酥至浓稠, 就差不多出锅了。 一道美味又营养的小草蒜台, 就这样做好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这样炒出来的蒜台脆绿不花黄, 而且清脆爽口。 这种做法, 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 更加没有吃过。 蒜台, 我们一定要浸泡十分钟左右, 然后再加入食用油。 上锅蒸的时间也不要太长。 只要记住这两点, 做出来的蒜台比饭店的还要好吃。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 就麻烦点赞、 收藏、留言并转发出去。 点网头下, 还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制作视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